女室友想开我哟 那我去接你 有什么好处吗 你接我先开 还有什么好处啊 那我不去了 你不去算了 李苏娟 你不是不来接我吗 那我不来接你谁来接你啊 你不来接我 行了行了赶紧上来吧 哎我跟你说啊 你等我个别碰我 电瓶车这么小 我灯会肯定要扶你啊 我摔倒了怎么办 那要不你再扫一个 咱俩一起骑回去就算了 我不会骑电瓶车 你这么大的人 你连电瓶车都不会骑 我要是会骑 我还用你来接我 我自己就回去了呀 你是不是就想省个钱 故意说你不会骑啊 你太狡猾了你 我懒得理你 哎哎李苏娟 哎呀 你别管我 我自己走了回去 我带你还不行吗 真的 真的 这还差不多 那你能不能 把车位给我报一下 什么车位 我扫电瓶车来回 还花五块钱呢 哈哈哈 啊 小阿妈 李苏渊 你再这样叫 我跟你不客气了 那开开玩笑就得了 什么不客气啊 好好好 算了算了 好难不跟你动 哎 对了 你有没有听过王八叫啊 哈哈哈 王八还会叫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要不跟你学一下 好呀 好 那我开始了啊 开始吧 开始了 你到这叫呀 你到这叫呀 你学呀 你学呀 哈哈哈 你跳过来吗 哈哈哈 我给你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那妹妹呢 我让她来听一下王八叫 哈哈哈 大里有事 我你先回去了 回去了 那怎么没有说一下呀 跟你说干嘛 那好歹叫了我好几天哥呢 我不得送到你了 哈哈哈 叫你哥呢 小王八还差不多 李苏渊 你又开始了是吧 啊 来到 王姐 怎么了 我今天家的连事都没了 要不我们去超市逛了吗 走 我现在 脸比兜落干净 哪有时间勾我 我不去 要不我请你吧 还是算了吧 黄鼠狼给鸡拜年 你肯定没按什么好心 哈哈哈 我是那样的人嘛 再说了 你一时也花不了多少钱 唉呀 我减肥 不吃 你不是会做饭吗 我会啊 要不 你天天没事 就在家给我做饭吃呗 李苏渊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堂堂七尺男儿 再怎么说也是高中毕业 你让我每天在家给一个女人做饭啊 我煮碗 你煮哪 不好吗 你离我远一点 你这无时无刻都想占我便宜啊 李苏渊 谁占你便宜啊 有好处的 有好处我也不干 一个月工资三天 外加免房租 不好 李苏渊 我跟你说啊 我平时就想自己做做饭 锻炼一下厨艺 其实多一双筷子也无所谓啊 但我可不是为了你那三千块钱啊 好好好 我下楼就取个快递去 李苏渊 你能不能先给我预置一点工资啊 这些哪有工资的 还有试用期 你去哪上班没有试用期啊 李苏渊 你你这个太狡猾了吧 哈哈哈